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年初一的时候 故事FM采访了五位普通的武汉市民 请他们讲一讲 这个时候身处疫区的真实感受 如果你正在用的音频平台上 没有这期节目 你可以打开微信 到故事FM的公众号里去听 那今天呢 我们要播出的是一位医生的字数 他现在是武汉一家三甲医院 心内科的住院医师 大家好 我叫桑桑 今天是2020年2月1号 正月初八 我目前是在武汉 然后工作是在武汉某三甲医院 我们大概在一月初的时候 就知道了这个事情 因为武汉这边三甲医院的医生 很多都是不是武大 就是华河这边的 就是说消息流断非常快 然后我们最初出现 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 不是当时是二医院 就是你们说武汉市中心医院 那一个医生在同学群里面 就是在协和 一五级什么群里面 然后被刑拘的那一个 就今天不是出新闻 他被确诊了 然后他发出来这种资料 像我们学医的一看他这个CT 就知道这是像病毒费 然后二医院他没有官方没有说出来的原因 是因为他当时发现了有七例还是几例的时候 他们医院当时让病人自费花了三千块钱 做了一个这个检测 就是关于病毒基金检测这一块 然后检测的结果是跟冠状病毒相似度70% 所以他才敢说就是新的非典嘛 然后我们主任比较好 然后他发生这个事情 一月初他就跟我们说这个事情 然后当时武汉市其实这边各个医院呢 就说这领导可能也反应了 然后我们一月初就发热门诊 就已经调整 在一月初之后 可能在 一月过几 没几天吧 第一个星期或者第二个星期那样子 就已经调整发热门诊的人数 就做好这个准备了 但是说官方呢 就说没有人才人呢 就说有些东西你不能说 怕引起洪荒 我还想着我大年二十九 纸外夜班之后 然后我回家过年 出事之后过来上班嘛 后面情况就越来越重了嘛 就一月十九号就出现了 有感染的情况嘛 然后我们就开始 自己买口罩 买N95这些口罩 然后买纸外线消毒灯啦 买药品啦 这些都是自备 自飞自备 自己备着 我当时还觉得无所谓 我真正慌的时候就是 1月23号 大年二十九了 就是说武汉市说封城 然后那时候我才知道 要封城了 真的就很慌了 没有想到这个传播性这么强 我家里面都不是 我是下面的一个县城里面的家里面 我让老婆的话 我让她放假 就让她回去了 我当时一直纠结自己回不回去嘛 应该是这样的 就二十二号抢口罩的时候 当时我说我要回去 然后我们主人说一句 他说你这不负责任 他说你在医院里面这么呆着 然后你回去你就不怕传播给别人 当时也没说什么 到后面想了好几天嘛 也是这句话 然后大年二十八我跟赫斯说 我说我不回去 如果赫斯有任务啊 或什么可以安排我上 就说我说我竟然就不回家过年了 为什么不回去 就是因为我 因为我们从一批进来的 他不是先第一队去发热门诊吗 然后他跟我说 叫我去做CT 然后我就去照理一下 就看自己有没有感染吧 就还好 然后他说 就他在门诊看到了病人 他会有 当时啊 就是当时 就还没有封城当时的话 他说他焊了188个病人 88个里面 CD是阳性有问题了 所以说封城前 这个病情就比较严重了 然后就是可能 通过这些数据啊 我就决定不能回去 因为我多多少少也算暴露过几次 但自己没有问题 不代表没有携带吧 目前封城之后 通过这个政府一宣传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了怎么回事吗 因为当时我们医院 从二十几号 大年二十几号 就还是出现了 有疑似的或感染的 那么现在CT阳性的话 基本上不能确诊 我们只能叫疑似病例 因为确诊的话要用基因核 但是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看CT 看他是不是病毒肺 只要他CT上显示是病毒肺 我们看一件影像 这个人就应该八九不离死 只能说这个传染 传染性非常强吧 就 有 我们科学目前有三四个人在格林病房 前两天就做基因检测 已经确诊了 就有一个是心内核区 呼吸内核会个诊 也不知道有没有接触那个病人 可能去过那个病房 然后就被感染了 但是潜伏了一个多星期之后 出现了不对劲 然后就是被感染 然后我们当时就说 在自己在核心里讨论了一下 就说出现这个病感染的主要症状的话 不是说你有没有发热 或者说你有没有 一般是没有上感的症状 就是我们说的卡拉斯现象 就是流鼻涕啊 打喷嚏啊这些 它最主要最先出现的症状就是 我们看他有没有乏力 和有没有吃 就有没有胃口 就是说我们标准是 有没有乏力 吃饭怎么样 有没有胃口 大家观察一下 有没有的话就 就要去做个CT确诊一下 因为我们是心内核 不是说不是属于呼吸啊 感染啊 或者说是 ICU这些核心 所以说在医院属于是 这种非典的这种情况 是属于二线核心了嘛 然后从啊 封城之前前两天 前一个星期吧 应该是从前一个星期我们抢过口罩的时候 然后就把他们的病人转到其他核心去 然后 是组织隔离病房 然后发了门诊 隔离病房的话 一般是一个房间 只放一张床 他一个病房他只能放一个病人 那他原来呼吸内核之前还是有老之前住院的这种 医院的病人 他就根据他的病情或者是就分到各个核心去 就把原来健康的病人转下来 那把原来这种核心就把全部清掉 清掉之后转为隔离病房 因为呼吸内核的病人转到我们核心了 然后我们目前是 就之前安排的班是一人上个24小时 然后休息6天 目前还是这么继续安排 而我们核心会抽掉病人去 因为现在已经开了四个五个呼吸内核 就抽掉了四个副主任吧 然后他抽掉了好多医生 去发热门诊 去隔离病房 然后护士也抽掉了不少 就是去其他核心或者是去支持这种 经营谈这种医院 你也许听过故事FM之前采访过的 武镇医生的字数 武医生在2003年不幸染上了非典 因为大剂量使用激素的治疗方式 他和很多病人一样 留下了骨骨头坏死的后遗症 影响了后面的生活 所以这次也有很多人在担心 这次的治疗会不会也将出现严重的后遗症 就是目前还没有看到说大剂量使用激素 就是说因为我们和时有一个老师 他算是感染住在里面嘛 就是说我们会把他们的 有时候一些主任会把他的这种治疗方案拿出来讨论 就是说目前还没有使用大剂量激素 如果高烧不退的话会适用小剂量 这个是正常范围之内的 我们平常都会用的 但是如果你的肺炎感染的很重 像你这个病毒肺的话 就怕后期你太重了 出现这种肺纤维化呀 或者说是这种情况 这种的话到对以后的生活来 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可能没什么 到老年的话就比较容易感染了 这种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 像目前来说就是武汉所有的医院 基本上现在目前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就是没有床位 基本上就是收不进去 就是说除非你特别危重 一般像亲中 亲中的 都是让回家自我隔离 吃药 没办法的事情 就是目前 现在基本上门诊没有什么病人了 以前排队的这个大厅都是满的 现在基本上没有多少人 发热门诊了 都是病人多 排场对着 晚上啊 晚上还比白天多 可能他们看病也是怕 别人自己小区的知道或者什么的 反正我看到现在 晚上发热门诊排队的情况比白天多 我现在每天工作就是 其实我们 我们而且就很尴尬 就是说每天自我隔离 然后就是 在群里面就抢一下 就是说 天天消息 帮喝式抢一下物资 然后上班的时候就去上班 就说我们医院很多东西都没有了 像口罩啊 防护服务 护目镜 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 就有很多这种 爱心组织 或者说志愿者 就说我们 就在群里面就填自己医院的信息 希望他能够就说捐献一点物资 这样 来防 来保证一切嘛 其实如果就是隔离病发来说 还是要按严格这种隔离要求来的 像我们说的普通的外货口罩 它的有效期 大概就是说真正有效期 大概就是三到四个小时 可能就是N95的话就四到六个小时 但是我们都是缺物资 所以说是每天就是一袋 就是一天 然后目前还出现了这种 就是像我们二线呢 我们还会把这种N95用完一天之后 看他漏不漏水 没漏水的话 就用酒精消消毒 然后放在紫外线灯上 好 就是这种消消毒 然后继续用 特别是这种防护措施 像隔离服 护目镜和N95这种 它不是属于这种 喝医院的平常需要 所以它的储备量都不会特别大 因为它有一样的储备 但是毕竟员工就有一千多人 然后加上每天的消耗 慢慢的慢慢就没有了 前两天不是协和嘛 协和是属于第一家就绕过政府 然后向外资 向就外面求援的嘛 说医院缺少防护措施 缺少其他东西 因为它是第一家 他们做了之后 我们这些医院才跟着他 就是说像社会求援的 就他们的护士协和戏院 没有那个口罩 自己用那个手术衣的那个材料 自己剪嘛 微博上 他们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吧 也很惨 比我们更惨 因为不是武汉 护士之会这个物质 没有分配下来嘛 反正我们没有领导过 护士之会的物质 所以我们基本上在抢物质嘛 就是我说的抢物质 虽然说可能比较那个 但还是好 那些爱情人是 捐助这些 这些口罩这些东西 让我们 反科室出点力 把医院出点力 三三目前还在 二线支援同事 她随时准备被召唤到一线 面对可能的被感染风险 她并没有特别的担心 像我就前两天就已经就说 就练习怎么 二级防复的所有的这种 穿衣服怎么穿 我们都有一个流程标准的 之前以为自己要上 就练了几遍 我们主人要我练了几遍 你要自己做好防复 最担心去就是怕 你在发热门诊嘛 就遇到那种 自己接受不了 然后报复社会的这种病患呢 之前不是市医院有一个被确诊的 然后把医生给那个 家属把医生给打了 把严重暴露了 还有什么 还有像说什么 自己确诊了发热啊 然后把别人医生的口罩 扯害土痰呢 这种 对对对 这种阴道行为 其实最大的还是心理压力 就说你遇到这种情况了 这种 心理压力 我觉得我旱压能力还好 印象深刻就是 大年初一吧 大年三十晚上 我们 同一个喝室的 有一个女生 她就出现了一个发热的情况 她自己就 我们说心态崩了嘛 目前还好 她不是 她是普通的感冒 后面她就回家 就自我隔离去了 就是说心态 我能理解 就是大家这样一个形态的变化 就是说心理恐慌 就忽然一下就来了 觉得大家对这个 这个事情是要重视 但是不需要恐慌 因为她虽然传染性高 但是她死亡率不是蛮高 基本上死的都是 就是说死亡病人 都是多多少少 她都 之间合并一些 身体比较衰弱 合并一些基础病 所以说扛不住 像我同学在 就是我合成的同事在 她发热门诊 她说她自己统计了一下 就30岁左右的 发病率不到5% 我们医院好像还没有 合并病房还没有出现病死的 然后还有几个 相对来说 用了药之后 有几个还出院了好了的 就是说致死率不高 我们也不就那么担心了嘛 所以说还是一个抵抗力的问题 就是说趁着这一段在家的时间 就是说吃好喝好 休息好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你在家 你如果说双黄年有效 那你还不如喝板栏杆 是吧 反正应该比读服中央会瞎一瞎 就这样东西 它相当于说意志 那我像说 我们白海水也有意志重要 是吧 就大家有点医学常识 或者是什么的 就不会相信这些东西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 故事FM 我是主白哲 本期节目由我制作 声音设计彭涵 另外也跟你通报一下 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 我们已经推迟到了2月10号上班 所以这段时间 我们团队只能在家里远程协作办公 工作效率肯定会有所影响 那每周一三五的节目频率 也就不太好保证了 不过我们会保证 一周里你一定能听到三期节目 至于什么时候会播出 推荐你随时关注 故事FM的微信公众号动态 那今天就感谢你的收听 祝你和家人平安健康 距离 这道路不太好谢 百姜izin平安健康